金山科技集团创于1964年 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性电池制造商之一 近年随着环球营商环境的转变 我们在东南亚的发展机遇和业务投资也都越来越多 而大华银行在东盟地区拥有庞大的网络 加上一站式的银行服务 所以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们业务持续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 我们在二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与大华银行合作 记得当年金山电池和GP工业都是新加坡上市 分别在当地筹组银团贷款 大华银行一直与我们紧密合作 还成为GP工业银团贷款的牵头银行 近年我们也积极投入研发创新充电池技术 大华银行也是首家银行提供绿色贷款支持给我们 我们大华银行和金山科技合作已经超过二十五年 我们一直以来对金山科技集团的业务和融资 都有很充分的了解 而大华银行直近在亚洲近90年 困住庞大而稳健的东盟业务网络的优势力 加上我们对东盟不同的市场行业的冻结 我们在香港、新加坡、中国内地和马来西亚 都积极为金山科技集团提供专属的金融解决方案 以减低跨境抗充业务时候所带来的障碍和风险 我们在选择金融合作伙伴的时候 主要会考虑三个因素 包括需要有支持实业的软件 庞大的分行按摩支援 以及符合我们需要的融资和对冲产品 针对我们近年拓展东盟市场的需要 我们也都希望银行可以在法律、税务 以至与当地政府、商会和专业服务机构等 相关生态圈的伙伴的合作都可以给多支持我们 而大华银行正正能够为我们集团 在以上方面提供适切的方案 成为我们业务不断成长和壮大的重要火管 我们一直都很重视可持续发展 加上ESG亦已是欧美客户审核供应商的指标之一 所以我们不断寻求新方案 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营运模式 获得资金发展 早前我们亦成功获得一筆6.6亿港元的可持续发展 表现挂钩银团贷款 这筆贷款 大华银行是贷款的牵头行及保际行之一 这正正显示金山是ESG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 得到银行界的广泛认同 大华银行很高兴为金山科技集团 提供了首不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 促进集团积极减低业务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进程 从而加快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金融机构 我们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 在2022年我们宣布承诺在2050年或之前 在集团内实现正零排放的目标 以助力亚洲区内达至简单的目标 我们逐步扩大在东盟地区的发展版图 特别是为KGZ集团品牌的音响 投入更多发展资源 以及拓展旗下KEF高级音响品牌的业务 配合这个方向 我们会和大华银行保持紧密合作 相信他们在区内的全面合作伙伴生态圈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迎接市场机遇 贫着我们在东盟地区的网络和优势 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咨询部的团队 再加上透过研究市场的趋势 和专业金融服务去制定相关策略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企业 像金山科技集团一样 在实现业务扩展的同时 加快可持续发展和低碳转型的步伐 为企业和社区去做更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